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人人都可以学 今天我们要有请王教练和我一起来配合 好 我们很高兴有请到王教练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做这个示范给大家看 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其实就非常简单 在生活当中你们经常会碰到就是 有人去抓你的手 当有人去抓你的手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 那就是别人抓到你了之后呢 你怎么来挣脱呢 对不对 你这样子 你看 我挣脱不了 可是呢 我要用一种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给挣脱掉 好 来 给手一个特写 看啊 我去转它这边 转它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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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再抓 再抓 看啊 看 现在我稍微快一点 好 来 挣脱掉了吧 我告诉大家这个技巧 为什么说我们这样子转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样子转就转不掉 这样子转就转不过来 怎么转就转不掉 如果它又很有力的话 根本就转不动的 那为什么我转这边 就可以把手给挣脱掉呢 因为首先 它是四个手指 扣住我的手腕 这边呢 是一个手指 请问 这个手指 可以跟我的手臂抗衡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手臂的力量再小 它也比一个手指的力量大 所以我们用上一个杠杆的定理 就是撬动它的这个点 然后自然的 手就松掉了 好 再看一下啊 走 看到没有 现在做慢一点 这样子 走 但做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子走 这样子 你这样子走是不对的 这样就是像划船一样 不对的 我们要是走手腕 走手腕 看到没有 走手腕 走手腕 有个有个杖子 走手腕 走手腕 然后过来之后呢 这个手可以去扛度它一个点 然后往下压 是可以的 或者是扭 这样子扭 扭手腕 这样子过来 好 然后现在就有人问 如果说另外一只手怎么办呢 做另外一只手说话 如果另外一只手啊 过来的时候 同样的道理 刚才我们是这样子的 现在不管用了 因为它四个手指是在你的右侧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就要往左转 看没有 往左边这样转 来给个特写看一下 往左这样子转 好 手就挣脱掉了 好 换另外一只手 试一下 这只手 一样的道理 这样是一样的道理 这件事 往这边转 往这边转 来 另外一只手 往这边转 看没有 往这边转 来 王教练试一下 对 对 抓不住 这只手 走 对了 看 非常棒 好了 今天呢 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 挣脱术 因为这个动作呢 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碰到 有人去抓你的手啊 有一些 你不喜欢的人 这样子就抓住你的手啊 什么的 你们非常讨厌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用上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动作 绝对没有人能抓得住 好了 我们 就到这里 今天呢 我们讲了这个 简单的一个挣脱术 这个挣脱术非常简单 谁都可以练 适合女生 小孩子 老人 就任何人群都是可以的 在这个 就是配合这块呢 需要王教练给大家讲一下 配合呢 帮助你配合的那个人 也很重要 你一定要给他自信心 如果不给他自信心的话 是觉得这个动作 会没有用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联系屏幕下方的 一项地址 去关注功夫者 微信公众平台 那里会有更多的知识 为大家放上 还可以加入QQ群 我会在那里 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好了 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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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